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他们那个家庭是真的配不上我姐的 两个人在一起没有好处的 只会给我姐多添一点麻烦 我姐回来了不要说 你要不要喝冰水啊 好啊 要我一点冰 真的给我说了我一身汗 行 那我今天来水 对 家人们 我来了 家人们你们在聊啥呢 不对会害人姐 我弟咋的了 你们刷瓶刷太快了 我都没看到家人们你们发什么信息 弟弟怎么把大宝 弟弟把大宝 等一下我暂停叫 弟弟把大宝拉黑啊 咋拉黑的呀 廚尔呗 我的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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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我手机在直播家人们 我手机这会儿在直播呢 弟弟把大宝 弟弟用我的手机 把大宝拉黑了 真的假的 弟弟跟你们说了 弟弟拿我的手机把大宝给拉黑了 真的假的 你等一下我弟回来我问问他 应该不会吧家人们 我等下播我看一下 因为我这会儿手机在直播 我这会儿看不见 弟弟说他把我 他把我的 他拿我的手机把 大宝给拉黑了 不会吧 我等一下我回来我问一下他 哎呀我跟你说弟弟太小了 家人们 我弟弟真的他很单纯 他很小但是他可能 他可能就是 做事情的时候 哎 我说怎么昨天走了之后 然后到现在大宝没有跟我联系啊 那不对啊 我今天没看 那我等一下弟弟回来我问问他 家人们 这样不对的 家人们不可以这样子 不可以这样子 我觉得有什么 还是要好好的去说 对不对家人们 没有必要就是 家人们我答应你们就是说 如果大宝不联系我 我不会联系大宝 但是如果大宝联系我的话 我觉得有话还是要好好说 对不对 不然的话 大宝也找不到我 本身我现在回广州了 然后 当时是说 他们在老家待几天 才回来的 然后 弟弟不是来接我了吗 我就先回来了 然后过两天 大宝就可能要回来 你真别整的大宝又着急 以为出什么事了 然后突然就回来了 应该不会吧 现在大宝应该 不会 他会不会担心我 然后就回来了呢 你等一会吧 家人们 等我下播的时候 然后我就把那个 我看一下 如果真拉黑了 我把大宝就拉回来 好不好 对我觉得 我觉得这样不太好 这样子真的不太好 不然大宝会不会以为 是我把他给拉黑了呀 你想这是我 我干的 家人们我不会这样的 我如果大宝打电话 我会跟他解释一下的 因为 因为我有什么事情 我都喜欢 大家就还是好好的说 就是 拉黑这种行为 我觉得还挺幼稚的 没有必要这样子去做 对 弟弟弟比较小 他可能还是不太知道 怎么处理这些事儿哈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好好说 家人们 问一下弟弟 对 他马上回来了 他不要水去了吗 我说要一个冰块 等他把冰块要过来之后 我去问问他 嗯 这样确实不太好啊 姐 回来 那你 你跟我说 你 你把那个大宝拉黑了 为什么直播间的人都说 你把大宝拉黑了 你们告诉我姐了 对 我是把他拉黑了 你拿我的手机把他拉黑了 对啊 我不希望他再联系你了 他们两个 哎呦我的天呐 你不能这样子 你不能这样子 你这样 你大宝跟想着是我给他拉黑的 你就让他这样想就好了 反正两个人不要再联系了 我跟他事情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啊 姐 不是这样的 你们这两个人联系下去 在一起没有什么好结果的 不行不行 家人们啊 你们 你们觉得我应该把大宝拉回来的扣一 觉得听弟弟的扣二 你看看 你看看这些叔叔阿姨他们的年纪都 是应该说是我们父辈的 你父辈母辈的 你就看一看人家说话 这样不对啊 弟弟 不能这样子 你看到没 大家都扣一 咱们有什么事 咱们就好好说 咱们 哎呦 你这小孩子怎么动不动能拉黑别人呢 大宝他太不靠谱了 你跟他在一起 我是真的不放心 他怎么不靠谱了 他不就那一件事做的不好吗 那不能否决人家一个人都不好呀 但是你要是像这样事情很多次发生 你能认清楚吗 那肯定不是让很多次发生 如果那要是再这样的话 那那我肯定是不理他 对不对 但是不能因为现在就是一件事情 你就是说哪怕我跟他不在一起了 你至少是个朋友吧 是个朋友咱也不能拉黑人家 你就是个普通朋友也不可以这样子做呀 对吧 先不要让说你拉回来可以 那你是要跟我回河南 先回河南 哎呀回什么河南呀 不回河南 哎呦我的天哪 你这样 你总要回去给干妈就带清楚嘛 哎呦我打个电话不要回去了 回去了得小事变大事了家人们 我跟你讲 哎呦我所以我跟你说 这个事情就知道人越多 事情越复杂 本身吧就是 这个事我跟大宝小慧 我们自己解决 然后有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 给我出谋划策 就行了 然后这个亲戚朋友一加进来 我知道你们都对我好 家人们我特别理解 我弟弟也是真的对我好 弟弟对我不好 他不可能不远万里的 跑去福建来接我 来给我出这口气 弟弟也是为了保护我 但弟弟确实年轻 啊因为家人们 一旦涉及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他都没办法很理性的去解决问题 像我爸我妈要知道这个事情 你们都是身为父母的人 如果我父母现在知道这个事情 有几个父母能保持冷静呢 可以说大宝做错这一件事情 可能一百件事情都弥补不了 知道吧 我不是我不回去弟弟 我跟我讲啊姐姐告诉你啊 如果我回到河南 你觉得你干妈 会不会很生大宝的气 会不会跟你的行为一样 让我以后都不要跟大宝联系了 我跟你说今天 今天是弟弟拉黑 明天就可以变成我妈 会拿我的手机去拉黑 你知道吧 就这个事儿它就变复杂了 其次回去了之后 你觉得你干妈 会不会给我安排相亲 你觉得会不会 但是会的 肯定会是肯定会的 但是 再找一个可能有比大靠谱点的 能好好保护你的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个事情就是本身我们一码归一码啊 就是这个一个事儿 咱们就解决清楚了 再解决别的事儿 现在这可好了 我妈也知道了 然后弟弟 弟弟现在也是非常好心的 我真的就非常想帮助我 我都可以理解 家人们 咱都是好心 没有谁坏 都是好心 没有一个人不是好心 真的 直播间不管是支持我跟大宝在一起 不支持我跟大宝在一起的家人 哪个不是为了堂堂好 我心里特别清楚 但是人 人多了 大家撤到这个事儿里 真的就是有时候就这个事儿 它就变复杂了 啊 就是我冷静冷静 可能我跟大宝我俩好好去处理这个事儿 也能处理好 但是人一多 真的事儿就变复杂了 真的 你现在大宝又觉得我又把他给拉黑了 觉得我就不想理他了 然后 然后我这边答应他 他带小慧来广州 我还会见他 结果我这边前脚刚走 刚上车 后脚就把他拉黑了 大宝会怎么想我这个人 感觉我这个人是不是特别不靠谱 哎呀 我的天哪 反正你是一定要跟我回喝门的 至少想要干嘛你没放心啊 家人们我要回去吗 我要回去 然后你看 你现在把大宝拉黑了 然后 我要跟大宝就是 怎么拉黑的这件事儿 不是我干的 我就要跟大宝解释一通 然后你这边又让我明天跟你回河南 这不是明摆着 就是回来 大宝回来 我是见不到他 然后我明天就走了 然后大宝怎么想啊 就是这不是等于彻底就是 不管他了 好 那这样姐你就先跟我回去 你先让他在广州 亮一段时间啊 亮一个星期 再回来看看他怎么说嘛 正好测试一下嘛 你要回去陪陪干妈 干妈想你也很伤心 他可能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每天要睡个好觉的 哎呦 天哪 我这样吧 我还是见一下 如果大宝都过几天回来了 我见一下大宝 然后我再回去 好不好 就是回去要见我父母的话 我也 还是见一下大宝再回去 好不好弟弟 不行 你一定要回去了 先就先把他们晾在这里了 没准等你星期好再回来 你意思我不见大宝 然后就直接走了 我肯定是不让你们见他们的 大宝 家人们你们说我是要见一下大宝再回去 还是不见他回去 觉得见一下再回去的抠衣 你觉得不要见直接回去的抠二 我听家人们你们给我点意见 我是见了他再回去抠一 我不见他直接回去抠二 这个咋整呢 我的天哪 你可别给我找事了 那你不要管 我我就找一个能劝得动你的人 来跟你说 我是劝不动了 不要不能这样 真的不能这样 弟弟啊 咱们不能这样办事情 是 是这些事是我办的不对 但是我是真的不希望你和大宝 再有什么联系再见面了 你既然我劝不动你 那就明天 我找个能劝得动你来跟你说了 家人们 我现在担心 我如果回河南了 我短时间回不来 你知道吧 我妈 拉着我不让我走 那 我怎么办呀 我 我又回去 弟弟 我回河南 万一我回去了 你以为是我去见一下你干妈 在家待个两三天就能走吗 你觉得你干妈能放我走吗 万一把我困在河南半个月 一个月回不来 怎么办 那大宝不急死了 就这样吧 家人们真的有家人就这样 就不管大宝了 就我就走了 就就就结束了 这样不好吧 我觉得这样不太好啊 家人们 有什么话 咱们当面好好说嘛 先别回去了 弟弟好不好 你这样 嗯 我们再在这待个三四天 好不好 刚好我也处理一下公司的事情 处理完了 然后我跟你再回去 哎呀姐 你要听我的 劝不动你我找别人吗 好了 不要说这件事了 你你别搞事情 我跟你讲啊 你不要再 你不要再拉个人进来了 这都是为你好吗 你别为我好了 你真的你你太小了 你太小了 你真的不懂 我不懂我们 这是大人 大人的事 家人们 哎呦 家人们我也是没有办法 我劝不动我姐了 我家人们我跟你讲 我回河南哈 我不是说我不愿意回去 也不是我不孝顺 家人们我回去真不是一两天的事 如果说没有现在这个事 我随时都可以回去 是吧 我妈愿意在老家待着 然后想让我去看她 我回去个两三天 这都是小事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 如果我回去的话 我妈肯定不会让我出来 你知道吧 她 我跟你讲 我妈她不把我跟大宝给整散了 她都不会让我回来 你觉得现在这个事情 作为父母呢 能不担心吗 我肯定 肯定是肯定是很怕 我再去跟大宝联络 因为她没她没有见过大宝 她也不了解大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她她现在的第一印象就是我女儿跟着这个大宝 然后受了委屈 你觉得这个第一印象已经这个样子了 我后面我就很难再去帮大宝去把这个事 反正你明天不跟我配合男后天药一定要跟我走 你放心 后天吧 好吧 行 明天就不说了后天吧 行 如果要回去的话 后天你再给我一天的时间吧 好吧 你要劲快 姐 你要相信我 我真的是为你好 你等会去给我妈打个电话 你就说我没事 我就这么忙好吧 行 你说我明天公司的事情要处理 行 我现在去打 让阿姨好放心 也不 也不早了 你就跟她 你跟她讲啊 你跟她讲你说我明天公司很多事情 先回不去 你过两天再陪我回去 那行 那我现在就打电话 去吧去吧 真太难搞了 家人们 这小孩子 我跟你说家人吗 就是这两天的事情 首先我特别感谢我家人们 因为堂堂确实受了委屈 家人们 我不是心里边不气 我不是说我没有底线 或者是我 我软弱什么的 而是因为 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 咱不能只为自己想 我站在每个人的角度 都去想了 因为大宝 确实这个事情 他做的很不好 但是我不能因此 我就否定大宝 他之前是不是很好 这个家人 一点一滴 家人们也是看到的 大宝这个人 他还可以 我不 我现在我不敢说他有多好啊 我说这个话的话 确是片面了 但是大宝这个人 确实还可以 我觉得 就算我俩走不到一起 我俩是不是可以 这个事儿好好的去说 就是 我就说人家哪怕谈恋爱的分手了 是不是还可以做个朋友 也没有必要拉黑 就不至于 我觉得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处理问题的时候就是 尽量理性一点 没有必要 说跟小孩子 要不开心我就拉黑 不开心我就永远就不联络了 因为每个人能遇到 我觉得都是很不容易的一个缘分 对吧 你说世界上这么多人 你就遇到了一个这样的人 然后 就是我是很珍惜 我跟每个人的这个缘分 就是 我不想说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 做不成 做不成情侣 至少还可以做一个朋友 然后 但是咱把事做绝了 就是这样直接给人拉黑了 确实是不合适 大宝呢 我 你们骂我也好 家人吗 我 我就是不觉得大宝 会真的很喜欢小慧 我觉得小慧已经这个样子了 我说真的 如果说大宝 心里面是喜欢小慧 不喜欢我 我立马我就放下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不是说我伤心了 而是我觉得一个人 如果他好坏都不分 善恶都不分 那这个人他不值得我喜欢 我向家人们保证 知道吗 就是因为我觉得 大宝他 他 他还没有这么善恶不分 就是 他心里应该是有我的 包括你看弟弟 虽然很生大宝的气 但是大宝看我的眼神 就是包括给我做的每一件事情 点点滴滴的 连我弟弟这么一个小孩子 这么讨厌大宝 他都会觉得大宝 确实是喜欢我的 所以说我才觉得 咱们做事情 别把事情做绝了 就是 大家都留一线 对不对 也可能 我今天在想 每个人遇到 真的都不容易 有的人 可能 在一遇见的时候 然后把一些挫折的东西 把不好的东西都 都经历了 也可能 等我年纪再大一些的时候 回头去看 这些也都是过眼云烟 也可能 我们俩以后会很好 有一些人 可能上来 两个人遇见的时候 很美好 但是 在一起之后 会遇到很多的坎坷 每个人嘛 都不可能是完美的 也不可能说 你遇到一个人 都是好的 没有一点挫折 所以我 心里边是 就是 我确实有点放不下 家人们 也请你们理解我 原谅我好不好 我知道 我说这个话 可能有一些家人 会对唐岛有一些失望 会觉得 我有点不争气 但是我觉得人 真的挺不容易的 就是能遇到的话 真的挺不容易的 我也不想说就是 因为这么一件事情 然后就 虽然短短的一个多月吧 但是我觉得大宝 就是给了我很多很美好的东西 就是它是第一个就是我 我胃疼 然后因为我长期都在吃喂药 家人们 然后 然后 然后他就会一直给我备着药 就虽然有时候做的事情很可笑 然后我就跟他说过一次 然后我吹空调的时候 我的那个腿 就是我那个腿 然后就是一吹空调就会疼嘛 然后虽然很可笑啊 然后他去买很多丝袜给我 但是我觉得它是确实是心里面有我的 所以我确实有点放不下 我知道我这样让家人们也很失望 所以我确实有点放不下 我也对自己很失望 但是没办法 家人们 就是 因为很多的点是家人们 你们看不到的 但是生活里面 其实大宝真的挺好的 我不想说 就 就这么轻易的就说放弃 因为很多点 家人们就是确实他不好的点 大家看到了 但是他很好的点 家人们很多时候你们没有看到 我也没有讲 哎呀挺对不起的家人们 我知道有一些家人们就我 因为我看到你们给我的留言了 就是说堂堂你放弃吧 就是这个男生 不值得 然后 那他真的我真的觉得他很善良 然后很朴实你知道吗 你们记得上一次我跟家人们说 他不是晚上没有接我的电话吗 然后我一晚上都没有睡着 后来过了几天 有一次他跟我说 他身上挺疼的嘛 然后我说那你就去按摩一下吧 他说他不去 他说他不去 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啊 他说 因为我出去按摩的时候 我很容易睡着 然后 那一个小时 万一你打电话给我了 然后我没有接到的话 你就会很担心 我说你怎么那么傻呀 我说你就去按摩 就你跟我说 你去 你去按摩了就好了吗 然后 然后他就说 反正以后每一个点 就是只要是 会让我不舒服的每一个点 他都会记住 就 就不想再让我经历第二次 然后 小慧的这个事情 然后他 也一直在给我道歉 我 我心里面确实 这个事情 对我伤害很大 但是我又很可怜他 我觉得 他心里是有我的 我其实 心里面想看他下面怎么做 我说实话啊家人们 我想看他怎么做 我不能说我原谅他了 或者是我想跟他怎么样 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我过不去 我就是想有一个结果 有一个交代 你说他可恨吗 他可恨 他也可怜 家人们 我今天不跟他联系啊 明天吧 明天如果他联系我了 然后 我们俩就好好的去说一下 然后后天我再跟弟弟回去 因为我 我如果回去了 我就怕我们俩就真的完了 知道吗 看看明天吧 家人们别怪我 真的 我也很抱歉 我知道很多家人们你们是为我好 就不想让我见他 也觉得他保护不了我 但他就是这个性格 他就是 他就是那种 他其实在男生面前他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遇到小慧 他就这个样子了 但是你说他喜欢小慧吗 我不觉得他喜欢小慧啊 我真的 我确实这个事我真没整明白 我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家人们 我真看不懂 但是他不是说在谁面前都这么软弱呢 怎么就遇到小慧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所以我一直觉得他是承诺给小慧什么了吗 还是他欠了小慧什么东西吗 不然他为什么会对小慧这样子 因为我跟他在一起 他真的对别人不是这样的 但遇到小慧他就包容度就特别大 你知道吗 然后我问他 他也不讲 我真的我有时候我都觉得是他欠了小慧什么东西吗 还是就是说他对小慧是有什么承诺 还是怎么怎么样的 你看他他在直播间跟我们讲说 我说实话 小慧连你十分之一都不如 他自己这么去讲 你觉得他还能喜欢小慧吗 但是到事上的时候 又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整个 看不懂 我真的看不懂 我晚上会把他拉出来 我晚上会把他拉出来 他真的是挺善良的 他也就谈过小慧这一个女朋友 我等会 我等会把他拉出来 因为我这位不是在直播吗 然后一会把他拉出来 也很晚了 我们两个 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我后天回去吧 家人们 好不好 就是我 我后天再 我后天再回河南吧 回河南 然后给我 给我妈让我妈也安心吧 然后 我真的不想回去 家人们 我试试吧 尽量不要回去 那我吓了家人们 我吓了 然后把他拉出来吧 好不好 家人们如果有想跟我说什么的话 你们就在群里面给我留言吧 因为私信太多 有时候我看不见 你们就关